刚才收拾了几双鞋 准备拿到二手店去寄卖 这一双呢 它是蕾丝编的 我记得去穿过一两次吧 特别喜欢 但这个不是很日常 就有什么重要场合的话 可以穿去 还蛮好看的 这双是在Farify上买的 我也挺喜欢的 这一双呢 是我们之前在新加坡买的 这个款式我当时特别特别喜欢 它这个颜色有一点点 这种彩色的感觉 这双鞋穿起来也还挺舒服的吧 主要是它款式比较特别 我好像也就穿过一次 这边有两双是我老公的 他之前买的这个尺寸不太合适 好像也就穿过一两次吧 在家里闲置了很久 我准备一起拿到店里去 刚才那几双鞋呢 都是我运钱买的 后来生完小孩 我发现脚变大了一码 就这些鞋都穿不下了 穿上呢 走一会儿路就变得特别挤脚 很不舒服 放在家里也闲置了很长时间 那我就想说拿去店里卖了吧 给他找一个新的主人 我朋友有几双鞋穿不上 然后我们就约好一起去店里呢 放在那里寄卖 不知道可以卖多久 也没有去过那家店 他是刚刚介绍给我的 那我们今天就去逛一下吧 我后面关好了吗 关好了 哈喽哈喽 哈喽 我刚才正好从CXS Strait过来的 因为我走错路了 那现在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我导航一下吧 是一个福克的 这小店面挺有感觉的 对对对 有没有有点像上海的那个天字法 哈哈哈哈 这好像 待会儿我们去看看 我这边啊 Turn left 左右 你就那个当导航 啊这要等的 这个停车位是这样 它就是你在上面等一下 有一个车出来再进去一个车 不过不是要等多等太久 我之前来过嘛 还要抖一下 好 我们再等大概就几分钟吧 等对面有车 我们再进去 对 CXS City 村土村金嘛 停个车都这么麻烦 这是我以前看的那家呢 我们已经到了 第一次来二手 二手店的寄卖 过来看一下 看今天的outfit 就有点冷 穿了一个外套 里面是一个短袖的 哦 你的穿得了 哦那确实我穿不了 你的脚太 太小了 你的脚比我小 这个我穿小了 你穿都小 3S太小了 这个呢其实我还蛮喜欢的 但是 它就太软了你知道 哦这个也很好看 这双你也没怎么穿吧 我都没穿 这个没穿过 这个 好像穿了一次 这个都没穿过 这种鞋就是真的 你穿出去 会觉得很怕 很娇嫩 对 太娇嫩 我跟你说那个羊皮的 就是太娇嫩 都不敢下脚 哦这个 对对对 这个我也有一个 这根走起来要命的 对 这个是太高 哇 这个也好看 这个我以前也想买的 是小的吗 这个是我穿了那个 这个会掉 哦 这是多大的吗 这个应该是 35 35 都是好些 刚刚呢去买了一点吃的 喝喝的 这是一杯奶茶 它是抹茶鲜牛乳 上面有点奶盖 下面是绿茶 最底下是珍珠 我还买了一份麻辣干锅 超爽的 其实那是一家麻辣烫店 但是它可以把那些 你点的什么蔬菜啊 肉之类做成不同的口味 可以做成麻辣烫的 也可以做成香锅 看我点了这么一大碗 我应该也吃不完 看着好想吃 我现在口血都快流下来了 看到很多博主都是边吃边给大家录视频嘛 我也很想挑战一下 觉得只要吃的不伤大牙 希望大家也不要嫌弃我 哇这奶茶超好喝 很浓的就抹茶的口味 它都是鲜奶在里面做的嘛 很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带小孩差不多是两年零四个月 自己的一个此时此刻的感受 那我们家小孩呢都是我一个人带的 从三个月以后 因为长辈他们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嘛 我就不想说因为带孩子 把他们困在家里 所以都是我自己亲手带大 我为什么在此刻特别想分享呢 因为从这个星期开始 他每个周上四天的childcare 我就有很多自己的时间 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嘛 此时的心情就真的是 放飞自我 吃一个 嗯 我今天点的中辣 味道还刚好挺适中的 没有很辣 我觉得好像没有办法边吃边说 我必须要把嘴里东西咽下去 才可以讲话 我最大的一个感觉 就是从小孩生下来那一刻 到差不多至少那个半年的时间 整个生命就处于一个暂停的状态 因为你所有的生活 你没有自由 你所有的时间都要围绕小孩 他什么时候该吃饭呢 什么时候要睡觉啊 你没有了任何自己的一些 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更不要提回到工作岗位 体现自己的一个社会价值 我觉得很多女生在这方面都算是一个 就你做妈妈 你选择做妈妈那一刻呢 都要付出很大的一个牺牲 现在的去CC时间久了之后呢 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安排自己的生活 那今年我们的规划是 接下来会买房子嘛 然后要搬家 等一切都settle之后呢 我可能会去找一份part time的工作 一方面是为了照顾家庭吧 还有一方面就是我要继续拍摄视频 就不可能放弃我的自己这个兴趣和爱好 就是想对一些带小孩的妈妈说呀 如果你现在求一个刚刚生完宝宝来带宝宝的一个状态呢 其实真的没有必要灰心 没有必要抑郁 因为你的这个过程是可以走过来的 我刚开始生完小孩的时候 我也没有觉得自己有一天会觉得这么轻松 当时就是没日没夜 特别劳累 如果大家对这方面的一些话题比较感兴趣呢 也可以留言弹幕告诉我 之后我会专门拍摄一期视频 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个人的一个带娃经历 以及自己一个心路历程 那我现在要继续吃饭了 真的是超饿 现在是下午差不多四点钟 我中午还没有吃东西 那我们待会再见啦 Bye Morning 今天约了一个朋友 我们一起吃午餐 因为这个周末呢他就要回到上海了 那晚上呢就有一对夫妻朋友 他们来家里面过生日 那个男的以前是我老公最好的一个哥们 之前他们婚礼的时候呢 我也有专门拍了一个Vlog 晚上计划在家里面 就是点一点外卖的小吃 然后给他们做一点炸酱面 因为我的厨艺会做的东西真的很少 他们就点名说想吃炸酱面 待会呢就顺便去买一点菜 我们来到这家怪兽烧 按完了便 按完了就是整个人就是这样 不行不好意思什么 会剪的耶 他们都是烤串是不是 给了什么羊肉串啊 什么鸡翅啊 香肠啊 Youtube和BiniBini都有啊 你在国内用不了Youtube是吧 是呀 你就用BiniBini吧 你叫我什么啊 看一下 你尝尝好好吃的 哎 娘娘来了 大家说个hello 说hi 我们先转来喝奶茶 刚才点了两个芝士金色山脉 还点了一个抹茶西牛乳 昨天喝过这个也很好喝 我最喜欢吃上面这层奶盖 还蛮好喝的 哈喽 我刚刚回到家 朋友等晚一点才会过来 那我现在准备先把那个炸酱面的酱料炸好 要用到的是这个大酱 是我在华超买的 还有一个是这种黑豆豉 那他们中有的喜欢吃辣 像我自己就特别爱吃辣 就用这个老干妈再稍微的加一点 调一下那种辣味 酱料炸好了 炸了两盘 这一盘呢就是没有辣椒的 就比较正常的一个酱料 那这一盘里面加老干妈嘛 你看下面还有一些红油 这个就会口味比较重一点 看这个小朋友 你是小朋友啊 你是小baby吗 我们现在趁朋友还没来的这段时间呢 去家附近看一个房子 他逐了周六做开放 现在是平时呢 他有时候下午也会抽一段时间呢 做一个open inspection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看一下 房子里面的一个情况 他看到球场有人在打球 特别兴奋 爸爸 爸爸 爸爸不在这里啊 走吧我们去看房子吧 不要看房子 不要看房子 这什么 不要看房子 不要看房子啊 对 等一下等一下 等 等门开门再进去 哇 这个是房间的一个study area 这边是厨房 朝向感觉还蛮不错的 这边是一个副卧 洗手间有两个 这边 这里应该是主卧 主卧里面有一个洗手间 这边是一个客厅 这边有个小阳台 这是我的炸酱面 看着很有食欲 这边放了点黄瓜丝 这是小龙虾 船长的虾 超好吃的 是我最近吃过最好吃的小龙虾 这边把它打开 快乐 哇 看看这个小龙虾 我就卖85 我都以后不卖 我就120 小龙我不买 它这个特别带味 就是味道已经完全浸到 这个龙虾的肉里面 很麻辣的 很香甜的那种 就只吃眼前的 你就想说 多吃点其他 然后你就叫 真好吃 有种很甜辣 很爽口的感觉 这是你老的关系 你帮点 祝王虾做婚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Yeah 切吧Aaron你想切你切吧 你跟章话说一起切 好了你跟章话说一起切 你拉他手一起切 你拉他手一起切 叔叔教你切蜡烛 切蜡烛切蛋糕 一定是个好 好爹 肯定是 用力 用力按下去 对 用力 用大力 对了 好了 这一幕好有爱 可以了 哇 好了 好厉害 好厉害 用力按下去 压 用力按下去 压 压 对 好了 切完一块了 仰仰要吃蛋糕吗 我们把它分了 怎么分 还给我一块 等这蛋糕等会 等这30岁的蛋糕 是吧 别掉了 是不是30岁不过30岁可以不过30岁了 永远29 可以了 哈喽大家早上好 我刚才去做了一节热瑜伽 然后刚才有出了一点点的汗 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用的这个妆前乳就是NARS的这一款 我觉得特别适合油皮或者混油皮吧 有比较好的一个控油的效果 像我现在上妆差不多是三四个小时吧 而且刚才主要是做完瑜伽 还有一点点出汗嘛 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什么脱妆 这个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是我近期最喜欢的一支 然后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现在早上起床呢 会吃的几样保健品 它是相对来说稍微的顶端一点吧 它是一个花青素葡萄籽 据说它一粒呢可以达到10颗葡萄籽的效果 价格也不便宜吧 我最近刚刚开始吃 它这么一盒是30粒 可以吃一个月的用量 还有大盒的 我就想说先试完这一次呢 如果好用的话 我再去买一个大盒 主要功效就是抗氧化呀抗老啊 还有一些什么美白淡斑的 我都是每天早上起来跟早餐一起服用 打开看一下它里面现在是凉板 然后我现在吃了一瓣 已经吃的就剩了两粒了 我准备先吃完这一盒呢 如果好用的话再跟大家说 还有一个就是我喝了不知道多少瓶的这个铁园 其实我不是一直喝它 我可能有时候就忘了嘛 过了一段时间想起来就再买一瓶 它打开之后四个星期之内就要喝完 喝不完的话就要扔掉了 一般开口之后呢 我会放在冰箱里面储存 然后也是每天早上起来喝一点吧 主要我觉得女生你每个月来例假呀 或者是生完宝宝的嘛 多少都会有一点点气血亏损的感觉 那这个铁园它主要就是补血的功效嘛 每天喝这么 至少每个小杯子一个小凉杯 每天倒一点点喝 我觉得持续喝的话呢 整个呢这种精气神感觉还不错 现在在家准备DIY染一个头发 这个是在日本超市买的一个染发剂 它这个颜色就是orange brown 偏橙色一点 我头发现在长出黑色的那个发根部分呢 准备用这个补染一下 它的操作还挺方便的 这个是二号染发剂 还有一个一号 将一号倒到二号里面呢 用这个刷头直接涂抹到头发上就好 还算比较方便 OK 搅和一下 看我刚刚染完了发根 其实我觉得染的还挺好的 跟去理发电染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而且它颜色跟我发尾的颜色还挺match的 我记得上次我去理发电染的时候呢 就是这种有点偏橘的色调吧 之后我一个月之前再去补染的时候 价格也还蛮贵的 我觉得自己在家DIY染发就是省钱又省时间 半个小时就可以搞定 给你们看一下我刚刚收到的一个包裹 是一双巴黎世家的鞋子 就前几天从SINCE那个网站上下单的 还挺快大概三四天呢就已经收到了 其实我当时在网站上看的时候呢 有看到一双2019年新出的白色 它那个底是透明的嘛 那我当时就有纠结说 那双鞋我不知道买回来穿时间久之后 那个透明的底会不会有一点点 变色发黄啊或者什么的 而且我自己平时在外面穿鞋 不是特别注意吧 我觉得白色对我来说就会脏的比较快一些 然后我就买了这一双 哇这个其实也超美 它的颜色是有一点点灰色 就是很浅的灰 然后鞋底这里呢也不是白色的 有一点点这种奶油 就是有点做旧的那种颜色 我觉得这种好处就是你穿很多年之后 这双鞋看起来呢跟新的不会有太大区别 就算脏一点呢也不会看上去那么突兀 这个鞋号我买的是36码 其实我现在的脚是37的嘛 他们家鞋子就会稍微的偏大一点点 所以你平时买的话可以买稍微小一毫 哇觉得鞋还蛮好看的很酷 它的鞋跟呢又够高 一下子显得腿呢就比较细比较长一些 你觉得这个好看吗 好看啊 是不是超帅的 酷酷酷 现在准备去外面吃一个午餐 叮叮 看我身高高了吗 我现在觉得我跟你差不多高 不想当马尾腿 学会之下便宜就真非常好 哼 哎对我睡了 睡不了 你睡就睡 没有问题 他觉得这沙发很舒服 大小也合适 不买 不再买皮的沙发 在饭店 啊 那也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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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躺而且还挺舒服的 特别热 这感觉挺好 坐一下感受一下 打个招呼 这也不错 而且这个摸上去质感 对 有质感 哈喽 现在跟我朋友约在一个小酒吧 我们准备点点东西吃 然后顺便喝点酒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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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泰沙拉 尝一下嘛 感受一下 应该不会很辣 我觉得它就是那种基本的三点也不会太辣的 你可还可以啊 我试一下 有多辣 觉得很辣 觉得很辣 你们俩先都吃辣 那你还要吃 什么都可以啊 问题是 你想吃得厚一点 我要给你看一下 我觉得很欧米啊 他真的很能吃辣的 他欧米的像头 这个味我觉得挺酷的 很开胃 但是这边太甜了 再换一个 再换一个 走 饭后甜点来了 很脆 我觉得它是炸的嘛 哇 很好吃 不错 你很会点 炸的冰淇淋 什么味道 好好吃 好吃吗 他外面带一层椒 好笑一点 对 我觉得这家店唯一吸引我的这个 我可以为了他来吃这个 我不喝了 我怕待会儿那是什么 嗨 嗨 哈喽 我们现在呢 准备出发去Sentennial Park 是一个百年老公园 然后今天天气超级棒 我们现在呢 哇 哇 你被脚丫露出来了 Aaron 嗯 小脚丫在哪里啊 嗯 哦 哈哈 我过来给小鸟喂点吃的 小鸽子 哇 哇 小鸟子吃到了 你把那个面露了那个面给 来 i'm going to try to take that 这鸟在哪里啊 那Aaron 再来一个吧 我们去别的地方喂了 好的 谢谢 Let's go 好的 你再喂一下吧 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来另外一个地方 这是一只黑天鹅 如果我们给他喂点吃的 我待会就有很多其他的小鸭子啊 天鹅什么的都游到这边跟跟他一起抢食物 这个湖水下面里面还有鱼给大家看一下 这鸭子鱼好大只啊 当然就是有点浑浊 给大家分享一个最近超爱吃的这个零食 两子铺子铺子的冰糖山楂 我最近超迷这种酸爽口味的 它里面就是这种山楂的形状 就是把中间的这个带糊的部分给去掉了 超爽 比较酸吧 有一点点的甜味 如果喜欢吃酸的呢一定会超爱 小鱼你要吃山楂吗 我只有山楂 这是一个百年老公园 一到周末呢 就会有人过来跑步散步啊 带小孩或者骑马什么的 啊 闻着迎面而来的这种清新的气息 整个人心情都会变好 周末就特别喜欢出来清静大自然 哈喽我们现在出来吃一点上海小笼包 在一个华人区 我们现在吃完啦 准备回家 你觉得刚才吃的哪个菜比较好吃啊 都挺好吃 包子挺好吃 包子 包子 就是他们家比较出名的就是那个上海小笼包吧 就一咬的时候里面一包汤汁 还挺爽的 鱼香肉丝我觉得挺好吃 但那排骨不行 那排骨好像就是比较凉 嗯 应该做了放的时间挺长的 准备回家了 准备回家了 鱼香肉丝我觉得挺好吃 你还未如愿见家不休 就把自己先卡丢 越过山丘 才发现被人等候 喋喋不休 再换回温柔 为何记不得上一次 是谁给的拥抱 在什么时候 越过山丘 才发现无人等候 喋喋不休 再换回温柔 为何记不得上一次 是谁给的拥抱 在什么时候 是谁给的拥抱